计 花蓮池基医学中心重新规划 使用了12年的临床技能中心 设置更多拟针练习空间 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有缺氧的病人 我应该怎么样从输送的氧气 到确实的病人的人体上面 医院也引进新的肺顺硬性高阶模拟人 它可以设定多种紧急呼吸状况 辨识注射的药物 当医护人员采取器切插管电击等行动 模拟人都能直接将生命迹象转换成数据 就可以及时监讨 他现在就没有 他没有查到 没有查到 两次要查到就要换手 那他现在见面很直觉性 然后很快速这样子 那比较符合临床上我们那个 情境多变的状态 他可以很快速的模拟一些 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状况 加护病房 一般病房该有什么设备 这里一比一呈现 也有设置技能实作教室 例如插笔卫管 更换灶口等医疗用具齐全 鼓励学员自主学习 新进人员 他们可以立刻得到 怎么样去熟悉院内 照护的一些训练的流程 及早因应 让很多的 可能造成一连串的错误 或者是对于病人危机生命的事情 减少发生 这对病人安全是有很好的提升 加倍拟针及多元的练习 也让医疗团队在医疗品质奖获得肯定 携带善用科技提升专业 让病患获得更安全的照护 大家新闻 谢雨伤 邓明怡 欢迎报道